不同种类的茶,适合不同的人喝 绿茶,不发酵茶类,性寒 适合体质偏热,精力旺盛 经常上火的人喝 绿茶还有很好的防辐射效果 但是,肝病人群,手术病人群,孕妇,神经衰弱和胃寒的人不易喝绿茶 黄茶,微发酵茶类,性寒 黄茶的功效与绿茶一样 不同的是口感 黄茶相对绿茶更加醇厚 此外,黄茶中含有柔酸成分 会影响人体对铁元素的吸收 白茶,轻发酵茶类,性寒 白茶适合皮肤干燥,手脚发热,经常口渴的人饮用 白茶不适合老年人喝 乌龙茶,半发酵茶类,性平和 施衣人群最广,基本适合所有人喝 可以帮助赶走疲劳 但乌龙茶不要空腹喝,也不要晾凉了之后喝 红茶,全发酵茶类 性温,适合胃寒,手脚发凉,体弱的人饮用 但是,经常上火,失眠人群 以及哺乳期的妇女,最好不要喝红茶 黑茶,厚发酵茶类 性温,可以解油腻,排出体内毒素 适合脸黑无光泽,红龙肿痛等人群饮用 但是,黑茶中含有茶碱,咖啡因等物质 所以,心脑血管疾病,高血压,低血糖人群 不适合喝 关注健康,关注我